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来修炼你的 你要感谢在生命当中 在你生命当中扮演黑天使的人 是他们成就了你 没有磨难 你怎么会提升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人往往是在顺境当中会提升呢 还是在逆境当中会提升呢 是在逆境当中最容易提升 如果你这张图能看懂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王阳明处事不经啊 他已经修到没有情绪了 他已经修到没有欲望了 王阳明是死在剿匪的路上的 都快死了 还在剿匪的路上 实在不行了 王阳明说是不行了 回去找客栈 师父这得给朝廷报告 报告啥报告 我都快死了 还报告啥 师父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 你再给我讲点客白 你说这些人多可恨 我快死了 老师你再给我讲点 老师老师 把王阳明给剃了呀 不快再激活了 最后就说了一句话 如果非要让我讲 还讲啥 心学给你们讲了这么多了 如果还要讲 最后八个字 此心光明 亦附何言 如果还要讲 你就保持这颗光明之心 此心光明 亦附何言 就说什么说 不用说了嘛 保持一个光明之心就行了嘛 从今天起 咱做的每一件事 对得起天 对得起地 对得起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不起歹心 不起贪欲 不起贪欲心 散对每一个人 结善缘 众善果 活得像道光一样 不就行了嘛 讲完以后 王阳明是被弟子 活活气死的呀 死了都不放过 结果死了以后 王阳明 又活过来了 交代一下后事 我死以后 不允许白布过蒙脸 咱都知道 咱老家 是不是死了以后 白布给蒙上 为啥蒙上 你对不起天 对不起地 对不起兄弟 对不起 这辈子做了多少措施 都无言 面对老天爷 给你盖上 王阳明说 死了不够盖白布 就种地质 又不解了 老师这是啥意思 又把笔记本拿出来 你再给我说两句 给王阳明听 自信 平生 无愧是 死后 放肝 对 清天 讲到这以后 就真实了 自信 平生 无愧是 死后 方 感 对 清天 多么的豪迈 多么的霸气 一个人能够活成这样 这辈子值了吧 周老师就是要追求 活成这种状态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都想活成这样 活出来 活成一道光 来照亮这个世界 真的 王阳明被我国称为 千古第一万人 立功 立德 立言 我们说古时候的圣贤啊 孔子立言 留下个论语 就好牛逼了 老子立德 那就好牛逼了 曾国藩 立功 那就好牛逼了 这哥们 立功 立德 立言 千古第一万人 他做到了 他成为了圣贤 他超越了圣贤 阿里 是怎么落地 新学的文化的 阿里的六脉神剑 其中有一件 就是诚信 所有员工 只要违背诚信 直接开除 话说有一个员工 这个他的客户 是卖房子的 然后呢 就报了阿里巴巴 这个审单的时候 经理一看 咱阿里巴巴卖产品 怎么能跟他卖房子呢 这单谁签的 马上把这个单 给客户返回去 这业务员直接开除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内部的一个员工啊 就抢月饼嘛 过年给他 就过节发月饼嘛 就做了一个 那个机器人 能够多抢了两条月饼 被发现了 开除 每天打电话 必须打不到一百通 有一个同学太累了 就给自己传真 就打传真机号 假的 被发现了 开除 诚信是底线 我们的企业文化 也是在借助 王阳明老师的东西 打下我们会成的 会成的使命 让一家族 实现财富自由 身心富足 会成的愿景 成为一家 受人尊敬的百年企业 成为一家 幸福感最高的百年企业 成为一家 有价值 有意义的百年企业 我们的价值观 治良知 是第一条 会成人 做的每一件事 一定要对得起 自己的良知 二 成长 如果你来到我这里 做学习顾问 是为了赚钱 白白了你嘞 我不要 我要的是 你来到我平台 真的是愿意成长 愿意帮助别人成长 愿意让自己成长 你才有资格 成为我的创业伙伴 三 快乐 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是我们的价值观 人活着不就 图一乐吗 你在这不开心 活着干啥 所以在我们公司 就开心模仿 快乐 治 杨明先生讲 治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 很多人说 周老师 你的员工 为什么如此有激情 像打了鸡鞋一样 我说我从来没给他打鸡鞋 是我找的一群 有鸡鞋的人而已 啥意思啊 一个没有理想 没有梦想 没有志向的人 根本就经不过 我们的面试 早被淘汰了 换句话讲 每一个加入 会成集团的人 全是有大志向的人 加文化 这是我们独特的企业文化 我们明天会专门 给大家讲这个文化 就一句话吧 我点一点 新思想 走到今天第八年 我采访了无数人 你为什么会加入新思想 那个时候我们那么穷 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 七年那么低 很多人就跟我讲 因为这里是我的家呀 他们很多人 在周老师的公司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我们人活着为什么 不就为了找一个家吗 我们东奔西跑 南下北上 不就是为了找一个家吗 很多很多的人 真的讲新思想的创业故事 那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们无数的创业伙伴 为了这家公司 真的是倾注自己的心血 完全把这里当成家了 周老师就是用家文化 来经营公司 我从来没有想 把我的公司 经营成公司 过年的时候 陪他们一起吃年夜饭 中秋的时候 就跟他们一起吃月饼 元宵节一起吃元宵 人家正常的深圳公司 都不允许谈恋爱 我们鼓励 就是因为整个新思想集团 90%都是男性 女性干不了这活 太累了 我们财务是女的 来了两个财务 小女孩 我当天那么30个人 收到30封情书 郎多肉少啊 我就跟黄道老师讲 我说你开直播公司 我没有其他要求 你就给我夺到了小美女就行 再说各位 到现在为止 这8年周老师 给我的家人们 主持过最少 超过150多场婚礼 每一年都有啊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二代 我们今年惠城宝宝 出生的已经超过70个 就今年一年 你知道吗 很多人在这里 不是出生一个 是两个 两三个生 死里生啊 再说各位 有钱有房有车嘛 生嘛 老婆也在这找的嘛 所以家人的话 在这里一定要把我们 当成家人 而且不单是把我们的 伙伴当成家人 要把我们每一个学院 都当成家人 在我们这里 没有学员 没有顾客 只有家人 所以当你们走进会场 我们会跟你讲一句话 欢迎回家 周老师的学生 跟我跟七八年的上百人 哪有一个培训课程 让一个人能够跟八年的 我们不是要跟八年啊 周老师跟你们相约 要走一辈子的 你没有碰上事的时候 你不知道周老师 对你有多好 他经历过人生时刻 他就知道 是周老师陪着他 走过他人生当中的 至暗时刻 财富只是一种能量 只是一种决心 要的是你对我的相信 走进来 牵着周老师的手上 周子帮助你 最后 知行 合一 周老师是一个 说话算话的人 我在台上给你的承诺 我做不到 我一定不会说 那么多的人 跟着我十几年 凭什么 不就是因为周老师 说话算话言行一致吗 很简单 知行合一 周老师是一个 说到做到的人 我跟你说的承诺 都会做到 这就是我们 会成的企业文化 所以啊 啥都不说了 我不知道 听到此时此刻 你们有什么感触 一个人如果 真的能够像老师一样 活成这样 活成一道光 做任何的事 用是非之心 而不是用得失之心 堂堂正正地 做一回人 对得起 这天地之间 的所有的 云云众生 在座各位 这才叫活着呀 用生命 陪伴生命 用生命 唤醒生命 不要再生存为次 爬了 没意思啊 进入生命的为次 那你瞬间觉醒 高危打低危 简单还是 低危打高危 简单呢 那肯定是 高危打低危嘛 所以修内在 外在的财富 自然就会显现 太简单 太轻松了 周老师就是 这么过来的 所以财商的核心 是什么 是内在 是修 为什么让你们看 江夜 江夜那个电视剧 你们如果 真的看懂了 你们真的 不会犹豫的 你一定会跟上 你没有听懂 你还在徘徊 你还在犹豫 你错过了一次 又一次的机会 你错过了一次 生命苏醒的机会 在座的各位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 你们能坐在这里 有多么不容易吗 是你灵魂 无数次的呼唤 把你吸引到了 今天这个会场 他渴望觉醒啊 他被你的那个 自我踩在脚下呀 当周老师 现场给你 演示那幅画面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那曾经是我的人生 而那幅画面 那也是我们今天 在做所有人的人生 你们无比的高我 都被那个自我和本我 踩在脚下 他想起来 他知道周老师 能够拉他起来 你们才能来到现场 但是我也很清楚 你们来到这里 你们的头脑 一直在拉扯你们 你的头脑告诉你说 哎呀 省点学费吧 哎呀 不行的 哎呀 骗人的 哎呀 学不会的 还是那句话 跟着感觉走 你跟着头脑走 你肯定掉坑里呀 哎 讲了这么多 我还是那句话 头脑厉害 还是心厉害 是 是头脑能控制心 还是心能控制脑 是心能控制脑 心才是我们身体的领袖 头脑只是仆人 他只负责记忆 他只负责逻辑 我还是那句话 你的脑 脑那么牛逼 来 你控制一下 你的心过停止 跳动一下 来 牛逼 你控制不了吧 但是心能控制你的脑 你今天之所以会起 负面情绪 是因为你心情不好 你心情好的 就会有正面情绪 是心在影响的脑 而不是脑袋影响的心